在编影《一场风花雪月的事》中 黄晓明和杨颖饰演的这对情侣 可并没有遇到太多风花雪月的事 身为警察的他们 要么急拿要饭 要么飙车追凶 危险的不得了 话说这一天 黄晓明和杨颖前往医院探望同事 在楼道里 俩人就遇到了一群不速之客 给胳膊上 贴上可以以假乱针的纹身 化妆成满头绷带 伤得很惨的伤员 导演高群叔 这是要闹哪一出呢 原来这次要拍的是个连贯一气的长镜头 黄晓明扮演的薛宇 和杨颖扮演的吕月月 在医院的楼道 正好碰到一伙惯犯受伤前去急救 双方擦肩而过 打了个照面 身为警察的黄晓明 神情严肃 表情到位 看回放时 他还忍不住自宽一下 可搭档杨颖 却总是找不到感觉 这场戏既没台词 又没什么动作 以前的惯犯 突然出现在面前 出演警察的他 应该是什么表情呢 您瞧 玩长镜头 不仅很考验导演的能力 也很考验演员的功力 几条下来 可把黄晓明和杨颖 给折腾告呛 其实黄晓明和杨颖 此番前往医院 并非侦查办案 而是探访 倪大洪饰演的老警察 片中两鬓斑白的倪大洪 可是位料事如神的断案高手 黄晓明和杨颖 正是为了这起案子来的 本打算好好了解一下情况 可刚一开机 他们身边的医疗监测仪 就响了起来 这怎么回事这是 这怎么回事 来给我看一下 不是 看不见 关掉他 不是 救救救 他不关掉 电源拔了吗 电源拔了吗 不找不找 你帮你 排除了干扰 这场戏才得以继续拍摄下去 不过片中的黄晓明和杨颖 并没能如愿得到有用的信息 这个案子 其实是倪大洪心中永远的痛 这是我最后一个案子 这四十年就结束了 本来想给自己划上个大大的惊叹 没有了倪大洪的帮助 黄晓明和杨颖 还能否找到案件的线索 这起案件究竟有多棘手呢 更多疑问 还是请您关注我们的后续报道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